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现实生活中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够看到一些很明显是最大恶极的人 依靠各种伎俩和手段逃脱他们本应背负的罪责 受到的惩罚也完全和他们的罪行不相符的情况 每当这时,很多人心里应该都期待着 明明当中有一种意志,能够超越人间的法律 给这些坏人降下天罚吧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看三个被天意从人间剔除的恶人的案例吧 1973年11月21日,在佛罗里达州的85号州级公路上 一名叫做Dennis的旅行者试图搭顺风车 在被很多路过的车主无视之后,一辆车终于停了下来 Dennis开心地上了车,然后他就发现车上已经坐了两名搭顺风车的人了 原来这辆车的主人名叫Fred 他今天和朋友Bob一起开车去乔治亚州办事 为了路上人多说话热闹,他们就来者不拒 只要还装得下,看见搭顺风车的就一起带上了 在Dennis上车之前,他们就已经让Troy, Greg,还有他的旅伴Sam上了车 Dennis自然是十分感激好客热情的Fred和Bob 五个人一路开一路聊,相当的开心 但是在聊天当中Dennis就觉得Troy这个人的性格有些不太对劲 刚刚下车的Fred和Bob搜刮了他们身上值钱的财物 然后就和自己的搭档Sam跳上车开走了 第二天,警方就在路边发现了Fred和Bob的遗体 这起凶杀案的消息很快就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 两天后,在餐厅吃早餐的Dennis看见了凶案的新闻 一想到当天晚上自己离死亡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他瞬间就出了一身冷汗 然后他就果断联系了警方 他告诉警察在之前的聊天当中 Troy说他和自己的伙伴要去北凯罗莱纳州的Ashville城 根据他提供的消息,在案发三天之后 警方就在Ashville的一个停车场里抓住了Troy和他的同伴 还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把手枪 经过唐线比对,警方确定这就是杀害Fred和Bob的凶器 人证物证俱在,毫无疑问的Troy被判处一级谋杀的罪名成立 最后被判处了死刑 虽然他进行了上诉 但是最后法官还是驳回了减刑的请求,维持了原判 他被关押进了乔治亚州州立监狱的死囚牢房等待死刑的执行 1980年的7月28日 也就是Troy将要被绑上电影执行死刑的前一天 他居然伙同另外三名死囚越狱了 当天晚上,他们四个人换上了狱警的衣服 拘开了窗户上的铁条 用消防梯下到了地面 然后坐上了一辆同伙留在访客停车场的车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监狱 而监狱方面对此却完全没有察觉 这也是这间州立监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死囚逃脱事件 在成功的逃脱之后 Troy就和三名育友分道扬镳了 然后他打电话给了当地的一家报社 说自己之所以越狱 就是为了抗议司法的不公正 从这点看来 他的脑子还真是有一点问题的 报社的工作人员接到他的电话之后 本来以为是什么人在开玩笑 但是当报社打电话去和监狱方面核实的时候 监狱方面才发现了这起惊人的越狱案 警方立刻就展开了天罗地网 三天之后就把另外三名越狱的犯人捉拿归案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Troy的影子 直到又过了几天 人们在一条河里发现了Troy的尸体 原来就在他们越狱成功的第二天晚上 也就是原本计划要对Troy执行死刑的时候 他开心地去到了一间飞车堂聚会的酒吧 庆祝自己的重生 而喝嗨了的Troy开始对酒吧的女招待口吐芬芳 而这惹怒了旁边的一名飞车党的兄弟 直接就把他抓过来赏了一顿老拳 而瘦弱的Troy都没有来得及惨叫几声就断了气 发现打死了人的飞车党就把他扔进了河里 然后就一哄而散了 事后打死了Troy的那名壮汉被控以二级谋杀的罪名 但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就没有资料可查了 1980年一名叫做Michael Sloan的21岁男子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 三年前他因为持刀抢劫一名妇女被判入狱五年 之后他因为表现良好被批准提前两年假释了 但是很显然 Sloan并没有从之前的惩罚当中得到应有的教训 他很快的就在一天晚上闯入了一名24岁女性的家 性侵并且残忍地杀害了他 再一次落网之后Sloan因为是累犯 而且犯罪手段残忍又恶劣 被法庭判处了奠以死刑 不过两年后通过他的律师的努力 在1983年他的死刑判决被推翻 最终改成了终身监警 Sloan这一次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准备洗心革面了 在接下去的六年间 他通过韩寿的方式拿到了两个大学的学位 他也表示说如果有机会在有生之年能够假释出狱的话 他会去参加防止青少年犯罪的工作 这种积极改造又取得了不错学术成绩的犯人 自然成为了监狱证明自己工作得力的门面 于是监狱管理方也对他另眼相看 不仅把Sloan评选为模范犯人 更是允许他在自己的牢房里 放置了一台小型电视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外面的世界就是一个人渣的Sloan 被关进监狱之后却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但是上天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么放弃对Sloan的惩罚 1989年3月的一个傍晚 Sloan在自己的牢房当中看电视 监狱规定他不能够开扬声器 只能够戴着耳机看电视节目 但是当天他的耳机可能是接触不良出了问题 于是他裸身坐在牢房的金属马桶上 试图修好耳机 出于安全考虑 牢房里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电弓的工具 于是Sloan想到了 用嘴咬开耳机上电线的绝缘层 暴露出里面的金属线的点子 但是他可能忘了 耳机还插在正在运行的电视机上面 于是当他的牙齿咬穿胶皮之后 他口腔内部的口水接触到了里面的金属线 而他又是裸体坐在金属的马桶上 身体刚好搭起了电流通过的桥梁 于是在一瞬间 电流就从他的身体上穿过 他在嘴里冒出了一股清烟被严重烧伤 而他的心脏也在瞬间就麻痹停止了跳动 Sloan就这样死在了马桶上面 又过了很久 巡逻的警卫才发现了他的死亡 事后很多媒体都评论说 他虽然逃脱了电影死刑 但是老天又让他自己造出了一个电影 最终执行了天罚 1988年9月 在美国的肯塔基州 一名叫做Brenda Schiffer的女性离奇的失踪了 家人报警之后 警方在Schiffer的家里进行搜查 发现他的一些值钱的珠宝首饰都不见了 于是警方初步判断 这可能是有人入室抢劫 并且绑架了Schiffer 但是Schiffer的家人对此并不认同 他们说 Schiffer是一个性格温柔 从不和人结仇的女子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情 唯一的凶手只有可能是一个人 那就是她的男友Mel Ignato 原来在两年之前 Schiffer认识了这名男友 深入交往之后 他才发现 Ignato这个人脾气暴躁 控制欲极强 在他身边的每一天 Schiffer都过得提心吊胆 他很多次想要提出分手 但是都不敢说出口 终于在最近 Schiffer和家里人说 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和Ignato彻底的断绝关系 但是没有想到 几周之后 他就失踪了 所以Ignato绝对有最大的嫌疑 随即 警方也把Ignato列为了第一嫌疑人 开始监视和调查 仔细了解了Ignato的为人之后 警方也觉得他这个人有着病态的偏执性格 而且为人暴躁易怒 绝对有很大的嫌疑 可惜的是 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 也根本就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警方此时也已经认定 失踪了这么久的Schiffer 很可能已经遇害了 但是他们连他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而Ignato面对警方的一次次盘问 也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 他甚至说 要开始控告警方对他的生活造成了骚扰 看出来Ignato焦躁情绪的警方就利用了这一点 和他说 如果他愿意在大陪审团面前 完整地说一遍自己的故事 只要大陪审团的团员们相信他是无辜的 那么以后警方就再也不会烦他了 脱身心切的Ignato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可能是觉得马上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脱罪 Ignato放下了心里的戒备 在和大陪审团叙述自己在Shafer失踪前后那几天的行程的时候 他突然提到了一个叫做Mary Shaw的女性的名字 旁听的警察不禁精神一震 调查了这么久以来 他们是第一次发现还有这么一个人牵连在案子当中 于是法庭上马上就传唤Shaw来问话 Shaw一到听证会就神色紧张 于是警方意识到他比Ignato好对付多了 果然面对警方提出的几个尖锐的问题 Shaw的情绪崩溃了 他直接捂着脸就跑出了听证会 导致会议只能够提前终止 而警方怎么可能就这样放过破案的绝好机会呢 他们立刻就把Shaw请到了警察局 进行了突击审问 很快的Shaw的心理防线就彻底的崩溃了 他竹筒到豆子一样的 把他和Ignato合谋杀害Shaffer的过程全部交代了出来 原来Shaw也是Ignato的一名情人 在Shaffer提出彻底分手之后 Ignato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就和Shaw计划一起杀害Shaffer 而为了躲避警方日后的搜缠 Ignato就把行凶的地点定在了Shaw的家里 他们精心策划了好几周 因为害怕Shaffer的惨叫可能会引来路过行人的注意 他们还一次次的轮流进出屋子 实验看看哪个房间的隔音效果最好 后来他们发现其中一间起居室里 不管发出多么大的尖叫 外面都听不到 于是一条恶毒的计划就此诞生 1988年9月23日 Ignato打电话给Shaffer说 同意和他分手 但是他必须把在交往期间 Ignato送给他的首饰都还回来才行 觉得总算可以解脱的Shaffer 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然后就按照Ignato的要求 带着首饰来到了Shaw的家里 哪想到一进门就被Ignato用枪控制住 然后绑到了那间隔音的起居室里的一张玻璃茶几上 随后的几个小时里Ignato对Shaffer进行了 惨无人道的侵犯和虐待 最后杀死了他 而丧心病狂的他还让情人Shaw在旁边拿着照相机 拍下了上百张照片 最后他们把Shaffer的遗体 埋进了屋子后面的树林里 听了Shaw的交代之后 警察一时间都懵了 世间还真的有如此恶毒又残忍的恶魔呀 如果不是按照Shaw的证词 在他屋后的树林当中 找到了Shaffer的遗体 警察都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离奇的故事罢了 但是找到遗体之后 警方又犯了难 因为Shaffer的遗体在地下埋葬了太久 身上所有的证据基本上都已经腐烂 没有办法确定凶手就是Ignato 至于Shaw拍摄的犯罪过程的照片 他也说胶卷都被Ignato拿走了 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无奈的警方只能够让Shaw身上装上了窃听器 去套Ignato的话 果然在后来的一次谈话当中 Ignato确实亲口和Shaw询问了 Shaffer的遗体是否被发现的问题 警方觉得现阶段能够搜集到的证据也就只有这些了 于是果断的Shaw逮捕了Ignato 并且用一级谋杀的罪名指控了他 不过警方手上的证据只有Shaw的证词以及那一段录音 但是可惜的是那一段录音的质量并不好 几个关键词录得非常的模糊 有些陪审团员就认为这根本就不能够成为有利的证据 而至于Shaw的证词也出现了问题 原来在庭审当中 以污点证人身份出庭的Shaw穿了一条超短裙 而且在提供证词期间 还经常露出不明所有的笑容 甚至还发出轻挑的笑声 这让陪审团了几名思想比较保守的人 对他心生反感 觉得他的证词根本就不可信 而辩护律师更是说 这整件案子都是Shaw因为嫉妒而杀害了Shaw 为了减轻罪责才选择托Ignato下水的 总之最后的审判结果就是 Ignato无罪释放 这个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包括主审的法官 他在事后还写信给Shaw的家人安慰说 陪审团的决定也让他大吃一惊 信的末尾他说 我们要相信该来的惩罚迟早都会到来的 于是就这样凶手Ignato脱罪 他的帮凶Shaw因为之前和检方达成了协议 帮助指控Ignato而得到了轻判 最后被判了五年徒刑 这起凶杀案就这么草草地落下了帷幕 而必须要说的一点是 被杀害的Shaffer的父母亲 因为女儿的惨死悲伤过度 在审判开始前就双双病逝了 不过如果他们当时还活着的话 看到这样的审判结果 估计也得气死 在Ignato被判无罪释放的半年之后 一名装修工来到了他的家里 进行地毯更换的工作 开始工作之后没有多久 这名工人在拆下一块旧地毯后 发现下面有一块活动的地板 揭开之后就发现了很多的手势 以及三卷相机胶卷 因为Ignato的案子之前闹得周围人尽皆知 这名装修工人也是正义感爆棚 直接就报了警 警察纳到这些物品之后 证实那些手势就是Shafer家里丢失的物品 而胶卷冲洗出来之后 果然就是受拍摄的那些 让人作偶的犯罪现场的照片 里面施暴的男子虽然没有露脸 但是凭着身体特征 很明显地可以确定 那就是Ignato 警察这下肠子都毁清了 之前他们怎么就没有对这个主要嫌疑人的家里 进行更仔细地搜查呢 而再一次被抓到警察局的Ignato则一脸得意地和警察说 没错 Shafer就是他杀的 Ignato这种嚣张的态度是有他自己的底气的 因为根据美国司法一事不二审的原则 既然在杀害Shafer的案子上 他已经被判定是无罪的 那么检方就不能够用相同的罪名再次指控他 果然 虽然万分的不服气 最后检方也只能够用良起伪证的罪名 再次起诉了Ignato 虽然最后Ignato因为良起伪证罪的罪名成立 被判处了这个罪名的顶格刑罚 八年外加九年的监禁 但是很显然的 这和他本来应该受到的惩罚相比 真是太轻了 总之在服刑了14年之后 在2006年的12月 Ignato被释放出狱了 而他在距离当年的案发现场 只有四英里远的地方租了一栋房子住了下来 两年后的2008年 他已经70岁了 在8月底的一天 行动不便的他 在走过客厅里的一个玻璃茶几旁边的时候 突然的摔倒 砸碎了茶几上的玻璃 摔倒在框架里动弹不得 而破碎的玻璃割伤了Ignato 造成了严重的触血 虚弱了他的呼救声没有人听见 很快的他就失血而死了 几天后的9月1号 人们才发现了他的遗体 而想到在20年前 他就是把Schaffer绑在一个玻璃茶几上杀害的 让人真的不能不觉得 真的是天道轮回 报应不爽啊 本期节目特别送给某位撞死了人 还耍各种手段逃避赔偿 恶心全国人民的恶毒老赖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